我们是在2000年的时候拍了一部武侠片 叫《侧马笑西风》 我呢演风四娘 她演刀奴 是两口子吗 两口子 然后我们两个还都是这种江湖的这种高手 武林高手是大侠 那导演怎么想的呢 你们俩是两口子 这不合适吧 你说这是要说两口子吧 这就是对不对 你说那是两口子 来来来 看个片段 看个片段 三主 四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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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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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见 看见我们要这样 把过完物 我还是继续 继续跟你处的一样 你一定要注意好到 带给我 带给我救救 四娘 四娘 哎呀 哎呀 这个人物关系实际是当时我们是两地分居 啊 虽然有一段婚姻 但是个人过个人的 嗯 啊 名存实亡了 还行 我觉得还行 最后的这 这就是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 两个人的这个 这个 应该从 误解了 误解了 对啊 是这么一个 哎 那拍戏的时候你跟他太太熟吗 熟啊 嗯 特别的熟 熟 大家想听听有多熟吗 太想听了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感谢观看